大道,我們來聽三公敬敵 先介紹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陳輝文 輝文你好 大家好 張有華,你好 大家好 蘇玉琪,玉琪你好 大家好 德玉宏,劉大哥你好 大家好 王鴻威,鴻威你好 大家好 國慶日鴻威還特別穿紅色 對,對 應景一下 不過今天的特徵組 應該情緒滿悶的 國慶日他們的外頭的 總統府前廣場 是國慶大典 熱熱鬧鬧的 不過特徵組今天 雖然也加班 但是不是加班要辦案 是在寫報告 八個檢察官呢 現在可能都在自己的辦公室 撰寫報告 這段期間以來 到底跟哪些人聯絡 法務部要求他們交泄密報告 民進黨立委到法務部去施壓 果然發生了效果 立刻連線給記者劉士宜 好的,秀琳姐 各位觀眾 記者持續守候在特徵組 而在稍早在12點鐘的時候 特徵組的發言人 也就是主任陳雲丹 他是已經抵達了特徵組來加班了 時間是在中午12點鐘 他到底要來幹什麼呢 實際上他除了來月券 也是來寫報告 寫什麼報告 我們聽一下稍早這段訪問 我們不設計 看那個算是國券的嗎 請要跟我們講一下 我們打算要 不不不不 今天不講話 今天是來月券嗎 還是 對對對 是 好的 特徵組的發言人陳雲丹 雖然不願意明講 到底來特徵組只是月券而已嗎 因為實際上呢 有關於之前呢 陳前總統呢 在台北地院跟葉生貓 對職的時候呢 就曾經的講過爆料說 有關於特徵組 有關於特徵組這個收集到 有關於洗錢情資的時候呢 早在葉生貓二月份給他們之前呢 特徵組救人 有人來通風報信來告訴陳水扁喔 因此呢 法務部呢 就要求特徵組的主任 也就是陳雲丹 必須要來寫報告來表示說 到底這個調查報告當中 到底是特徵組的誰 檢查官還是檢查事務官等人 有曾經有洩漏這個部分 給陳前水扁知道喔 因此呢 主任目前都還在特徵組裡面寫報告 好的 以上在特徵組的最新情形 相識之間還給彭麗主播喔 好的 我們看到了 就是特徵組今天的工作 不是要辦這個洗錢案 是要寫這個泄密報告 法務部要這個所有的檢查官都寫 到底是誰泄密喔 這個寫的泄密內容 到底是陳雲丹所爆料的說 特徵組有人跟他通風報信 特徵組有人炒股 特徵組有人呢 怎麼樣怎麼樣直通媒體 等等的這些指控喔 現在是特徵組檢察官 麻煩的要寫這個作業 而陳雲丹呢 說特徵組有人炒股 是在9月25號搜索扁辦 以及搜索保來的時候 當面跟檢察官嗆瞎的 當時岳芳如呢 是跟陳雲丹說 你檢舉你檢舉有誰 我們特徵組馬上辦喔 陳雲丹就沒有再說話 但是法務部現在在調查 對於這個到底是誰炒股 這件事情似乎傳出來 是特徵組的檢察官吳文忠 有沒有這回事 陳雲丹怎麼說 我們的同仁都有高度的專業倫理 也不可能有炒股票的情勢 因為他們有指名說是吳文忠啊這樣子 吳文忠不會炒股票的我放心 他就是有一次買股票也不是炒股票 好的我們看到特徵組今天這個不辦案寫報告 到底陳雲丹干擾這個特徵組的這個作為 干擾司法的作為是不是真的發揮了效果 這個烏賊戰到底能夠困住特徵組多久 這報告一寫 會不會讓他們很多辦案的這個次序啊 這個步驟啊大亂 劉大哥 當然會有一點困擾嘛 你說特徵組到底有沒有泄密 我認為不能講到說泄密的地步 因為你法務部本來就有一個規定 重大的案件偵辦的時候 你要速度的讓外界曉得 要不然外界都不曉得你到底在幹什麼 所以特徵組有個發言人 原來是朱朝亮不是講的 那大家自己人都覺得比較好跑 因為朱朝亮講的會比較多一點 那時候就有人質疑朱朝亮 你是不是把偵查不公開的原則你違反了 後來因為外界壓力太大 所以又改成陳雲南來講 那陳雲南果然偵查一點都不公開 他不但偵查不公開喔 他都是兩個字四個字 我不是跟你講嗎 什麼身份證人來幹嘛作證 就是這樣子 這樣還不行還要寫報告 但是光憑陳雲南這個作證啊 證人啊 那個記者每天新聞那麼多 每一報新聞都寫很多嘛 那我想他們大概側面 每個記者大概多少會聽到一點 那也不見得是檢察官啊 有時候是檢察事務官 有時候是調查員 通通有 因為主要有辦案的人 多少會講一點嘛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寫報告 不是只有這八個檢察官要寫 是所有的人通通都要寫 不只寫報告而已 是要查 要查 要查誰洩密 查要是 包括是不是要調通連來查 你們到底跟外面哪些人在通 他是要調查 不是自己寫 自己寫那也沒有啊 你要查看到底有還是沒有 我想喔 特徵組這其實我認為 以我們以前跑新聞來講的話 他情況其實是已經很熟密了 你看看各地方的檢察記者 那為什麼王新鋒要叫他們現在寫報告 他要他們查 要查特徵組 特徵組自己查特徵組怎麼可能 當然也當然是不要查 還有特徵組你們自己也要查 還有還有我所了解 監察院也要查 所以特徵組現在是 負背受敵 很困擾 不過我是覺得這查到最後 也不會有什麼結果 這種經驗我多了啦 寫這種泄密報告寫太多 不下幾十封啦 這個沒什麼 那要寫很久嗎 會不會就是這個案子平很久這樣 他可能 我們這個單位是由政風系統 就是督察室來查啦 那他們那邊呢 可能是法務部的政風師 來據明來查 來查呢 第一個先調你通年紀錄嘛 你比如說某某警察官 跟你劉玉宏有通過電話嘛 你不要太舉例好了 他媽敏感的 要你寫報告嘛 說你為什麼跟他通電話 是什麼事情嘛 講些什麼事情嘛 就是這樣子而已嘛 那事實上沒有做監聽的這種動作的話 就由你來發揮嘛 這無所謂啦 那這個是一些污賊戰術 我們過去辦案很討厭這種事情 我真的忙得要是焦頭爛額 你給我寫這個東西 讓我辦案的節奏停頓下來 所以說這個在查這個報告的人 尤其政風系統 他也知道這種情形 避免被這些反對的人 或者是被告啦 或者涉嫌人的誤導啦 被他利用啦 所以我想就像義鴻大哥所講的 不會有什麼事情 你們這些兩官專心辦案 報告現在很忙啊 寫作業比較重要 辦案要先擺著啊 因為這個要查這個泄密喔 當然這個被告誤導案情之外呢 就是在媒體上面放話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讓這些檢調 有更多其他除了辦案之外的麻煩啦 我們先要講這個誤導案情 你要講寫報告嗎 我講一下 因為你說今天沒有那個借題 因為今天是國慶日 國慶日 所以 不能借題 不是 可以借題 一般地檢署他們的囚車 遇到紅的時候不開了 離假日是什麼 國慶日是不開的 那北索那邊的那個人力啊 他們中央台那邊的人力 也會做調整啊 北索也要休假 管理員也要休假啊 所以你現在去齁 你現在拿著提票去提人齁 有的時候會被罵 我說一般法警會被罵 那除非你自己特徵組 我自己開這個真房車 當成囚車去壓人 那今天沒有這樣的動作 寫這個報告 通常有兩大雷 第一種就是行政調查 就是法務部 政風司或最高檢查署 自己內部那個叫行政調查 如果丟給北檢啊 那就是刑事調查了 那目前看起來 如果是陳雲南自己寫報告的話 他們報告都有例稿 他們信守年來 有範例拿來就是 常常在寫 時間名字改一下就好 所以這個行政調查 其實效果不大 我們坦白講效果不大啦 那歷年來 不管是法務部也好 調局也好 政風司他們做這些 有關於泄密的調查 我講的不是像葉生貓那種 直接把情質拿出去 而是說在偵查的期間 把消息洩漏給媒體這樣的泄密 我跟大家報告 從來沒有破獲過 從來沒有 我的印象中 就包括局裡面跟部裡面 從來沒有查過說 誰把消息放給媒體 那我是建議觀眾朋友 去對照2006年 陳任的長官在辦 國務記號碑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辦案的模式 那個時候的總統是陳水扁 他傳喚的是陳水扁 跟他的太太吳淑貞 然後洪三軍在街頭 在那種時空環境下 他把案子辦出來了 現在總統不是陳水扁 可是特徵組辦得怎麼樣 觀眾朋友要有個公道 最後我提一下 特徵組某人啊 透過特定的管道 持續的在泄密 我是非常不以為然 我必須講 這個這種檢查 那你就查出來了啊 我跟你講 我要拿證據才能講 我就我了解 我不知道他在幹嘛 他就是很喜歡打電話 很喜歡講 說的比辦得比較快 說一堆做沒問題 我很不以為然 那現在被保護部說要查 監察院要查什麼的 益勇兄剛講都對 去查 我知道不會有結果 但是我希望這位 這位特徵組的檢察官 花點心思在辦案上面 不要再打電話啦 辦案子吧 你趕快跟王清風檢舉到底是誰 不過這個今天呢 除了這件事情 讓大家覺得 陳水扁的這個污賊戰 真的奏效之外 另外一個污賊戰 就是在跟葉聖帽對職的時候說 他把191萬美金呢 匯到某個大佬 去做建國基金用的這件事情 今天終於有了答案 也要恭喜在場的幾位 有猜對了 那位大佬呢 就是吳李培 已經自己這個 接受媒體的採訪說 就是我沒錯 我拿到的是191萬8千塊 所以191.8萬 那這191.8萬是怎麼拿 什麼時候拿 他其實有非常清楚的這個交代 他說呢 是在2月2號 陳水扁突然打電話給他 打電話給他之後呢 就跟他說 有急事 你可不可以到我家來一下 當天晚上喝喜酒 他沒辦法來 隔天早上 禮拜天早上 2月3號 他就去了 那到了這個陳水扁家 陳水扁就跟他說 有人捐了一筆錢 想要做台灣這個推動外交所用 你可不可以給我幾個帳戶 於是五里培就給他賬戶了 那這就是191.8萬的這個來由 那這191.8萬是五里培 對於後續的這個偵辦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或是會不會影響 詞移扁就是我191.8萬已經證明是建國基金了 真的有這個大佬 正在從事這個外交工作 所以我在瑞士弄解那2100萬 也是這個功用啊 會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超大水庫的效果 有話 事實上像五里培是大佬 我們那天也第一時間 那我講三個可能嘛 第一個就是五里培 第二個是姚家文嘛 那那個第三個是勸退謝長廷的嘛 那那個時候子子就是五里培嘛 但是五里培他匯出去的是191.8473.44元 連零頭都有 對 連那個零頭都有 就是說那我必須這樣講 你阿扁重來啊 重來這筆錢是乾淨的 你也並不代表你現在被凍結的 就是乾淨的 來源不知道是不是乾淨的 至少這個收的人不是陳家人 是其他人 況且這個五里培 這樣子講好了 在兩年前我們質疑過 兩年後 邱毅又開始質疑的時候 五里培嗎 我們是神經病 是校衛 好等等那些 我們也不提了 這件事情 兩年前 那我先那個講一下是國務機要費 然後在那個今年大概是八月下旬 我們講到五里培的時候 就是這個案子 你曉不曉得這個新聞是誰洩漏出來的 民進黨內部 是民進黨內部 這個是五里培自己接受專訪啊 不說洩漏出來阿扁說他 阿扁說他是說他在今年八一四他開完記者會後他陸陸續續他告訴了民進黨幾位大佬 像包含彭明敏啊他們等人啊 他說他陸陸續續的講 但是是誰洩漏出來的 那阿扁還說這個大佬名字不能說啊 說了會死人他要求召開秘密庭啊 在在在在在那個李英豪的那個法庭紀錄裡面都有 我就不要信念 但是呢我必須這樣子說 我也必須要告訴五里培 就是說你拿到這筆錢現在動資了沒有 你除了動資還動資了多少 為什麼要透過高盛 那今天五里培他接受訪談他講的一句話 因為美國管制比較嚴希望不要從台灣匯出 那這有沒有違反美國的法律 所以呢我想阿扁弄這個大佬出來 第一個是烏賊戰術 第二個他只是想證明 我確實是有台獨基金建國基金 那第三個那我必須講 是不是他又在跟陳水扁唱雙簧 其實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五里培既然現在知道這一筆錢 在台灣現在被調查是非常可疑的 因為他當時說不知道 因為陳水扁沒有跟他講實話嘛 沒有先跟他講說我瑞士有一筆錢被凍結 那我這是剩下來沒有轉出去的 我要捐到你那裡去 他沒有講實話是說有人捐了一筆 好像就說有人突然捐了一筆 那這個人可能是吳淑貞 因為這筆沒有被凍結 吳淑貞就說有人突然捐了一筆 然後呢這一筆錢要做這個海外的這個外交 如果吳李培這個時候知道 這筆錢台灣現在正在調查 他應該要說 我不知道這筆錢來源原來是這樣 我現在還給你們 我現在退還凍結還給你們 等你們調查完之後呢 是真的陳水扁的乾淨的錢 好那我繼續推動外交 沒有的話 應該是特徵主教吳李培把錢凍結才對啊 不是嗎 吳李培這個人很奇怪 外交部啊 你說做外交好 透過國安會也好 外交部也好 有外交的預算 機密外交的預算 拿那個錢要去推廣什麼 加入聯合國啊 什麼國際外交什麼 我想不會有人有太大反對 因為那時候陳水扁是總統 大家要反對什麼呢 可是有人捐了一筆錢 吳李培你又不是第一天出來跑江湖 你會不曉得有人捐一筆錢 多少錢 191.8美金 那個台幣約6千多萬 6千多萬能做什麼 觀眾朋友你們自己動動那一地我想說 6千多萬台幣 丟去美國也好 丟去歐盟也好 說我們來宣傳台灣的外交 補給別れ就沒了 6千萬根本沒辦法做什麼 吳李培應該去 現在應該看清楚說 這個是捐款還是張款 那差很多啊 如果是捐款 那真的有人捐 那你要拿去花 我們都沒辦法講 如果這筆錢說 吳錦茂新加坡的那個賬戶 匯過去的 那現在狀況都這麼明顯 很明顯是我們目前偵辦洗錢案的 啟動人頭戶的一筆錢 那無理賠你要不要拿回來 會把它凍結那是一回事 那特徵組呢 特徵組這無理賠今天已經自首說就是我啦 那這個錢 是不是應該照蘇玉琦之前講的 本來應該凍結嘛 你應該凍結之後 那個是美國的賬戶可能 特徵組沒辦法凍結啦 那種無理賠你把錢弄回來啊 所以現在是呼籲無理賠啊 如果你現在你以前不知道 你以為是有人捐款 現在你知道這筆錢可疑了 不要動他還回來啊 無理賠可以講我錢花完了啊 花完了 機密外交不能講啊 機密外交啊 我說問題去買通國會遺言 我機密外交就不能講 講出來會死人啦 我花完了啊可以不可以 怎麼動 我沒得動啊 所以說他們喔 愛怎麼講怎麼講 慶菜公共都沒關係 只要任何東西 只要扯到機密 扯到不能講 那可不可以啊 本來連這個名字都不能講的 本來無理賠這三個字 這個名字都是機密 要在秘密庭台來講的 連有錢匯出去都不能講的 是因為被查出來了 才講出來 講出來又扯到無理賠 現在弄到無理賠 無理賠講 我為你們台灣做外交的事 做些桌子底下 不能讓人家知道了 譬如說去買通啊 買通國會遺言以後幫我們講話啊 去賠錢你知道嗎 這我不能講的 你去把我撞出來 變成我好像跟錢取錢有關係 我是為你台灣在做事耶 查隊後錢怎麼追 這位就跟你說了 你拿單款你叫人家 under table的你叫人家簽售據 也沒有通通沒有 其實做機密外交本來 它就有很多種用途 你說那六千萬它可大可小 但是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無理賠的反應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 其實阿扁講那些什麼 他做公益做國際外交 我們大家都不信嘛 可是問題是 無理賠是拿了他的錢喔 拿了他的錢 然後可見無理賠今天反應說 他不甘人格收入 我不是阿扁的洗錢管道 那阿扁也沒有說你是我的洗錢管 阿扁就在庭上就說 我這幾錢真的是要拿做公益的 我給一個大佬 現在就把那無理賠給拉出來 可是無理賠的反應 給我們的感覺是什麼 現在無理賠也認為說 阿扁你這個錢 剛才講說到底是髒款還是捐款 可見無理賠他整個的這個專訪內容裡面 他也認為這個錢來路不明 是髒款 那好像看起來我也變成一個洗錢的管道 但是無理賠這個錢裡面 他到底去做了什麼東西我不曉得 可是他今天的反應不應該說只是憤怒 說我人格收入 其實他應該要說明 第一個就是 這樣這筆錢 他為什麼提供 用兩個人提供了四個賬戶 其實無理賠的做法 大家想想看 跟陳雪扁跟吳淑貞有什麼不一樣 吳淑貞的做法也是一樣啊 找了一些跟他不同性的 然後慢慢慢慢才會回到姓吳的 然後到姓陳的 前面也是一個找要跟他不相關的 搞了幾個賬戶 這個錢流來流去 吳李培的狀況也是一樣 他現在大家提出來說 因為美國的這個比較嚴格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吳李培要證明他的人格 他沒有在污錢 他沒有在跟你搞寫錢 非常清楚嘛 今天特政組假的是傳他 他可以光明正大說 我告訴你 因為這是機密外交 這是很機密的事情 我做了哪些事 我這個錢的流向是什麼 不要用這種情緒化的 這樣情緒化 老實說你不相信陳水扁 我們也很難相信吳李培啊 不過吳李培在這個訪問當中是說 他很意外 陳水扁現在把它曝光 讓他所致力的這個機密外交的工作 受到很多的困擾 第一個他非常意外 那第二個他也講到就是說 在拿到這筆錢之後 2月22號拿到這筆錢之後 他開始是做了一些事 做了一些遊說的事情 做了一些演講 他去跟陳水扁報告 陳水扁跟他說 錢給你就給你了 你不用來一一的報告說 你做了什麼事 所以陳水扁當時應該 他應該就有覺得說 他並不是那麼的在意 他在做什麼事情 就錢給你就給你了 反正就是給你就對 你不必來一五一十的 這個來報告 那這個吳李培現在對於這整個事情 非常的這個困擾 因為他說被曝光了 他以為真的是要拿這筆錢 來做這個事情 沒想到現在被當成是洗錢的 這個共犯之一 他真的是這麼無辜嗎 主席 我補充一下 所有的人頭戶 包括什麼蔡美麗 蔡明哲 吳錦茂 陳水中 黃維靖 從他們這些戶頭 轉出去的錢通通都要查 這是基本常識 你這個戶頭的錢跑去哪裡的 為什麼給他 為什麼給另外一個 這個都在特徵組查查的範圍之內 其中這一筆吳錦茂的新加坡賬戶 會到美國會給吳李培這幾個賬戶的 當然是要查 你說做外交那是你們兩個說的 我怎麼知道是真的假的 那你是不是洗錢管道 要特徵組查之後才能知道 你是不是洗錢管道 不是你講的就算了 阿扁說這錢有人捐的 那戶頭會過來 因為吳李培我們知道 美國開銀行的 我們一般的民眾說 人家什麼票啊 掉下去什麼的 會不會問說這票誰的 連戰備書那票誰的 發票的人是誰 那你匯款要轉過來 吳李培一定會問說 從哪個戶頭轉來 吳錦茂 吳鼠貞贏狗狗 所以是吳鼠貞捐的啊 吳鼠貞 吳錦茂捐的 吳李培你連這個基本常識都沒有嗎 你一點都不起說 吳錦茂捐了6千多萬 吳錦茂不理解 吳錦茂哪有6千多萬 吳鼠貞捐的 你老婆捐的 你為什麼說有人捐的 所以我說吳李培啊 因為自由時報那個專訪 我跟觀眾朋友報告 有時候我們做專訪 會手下留情 那你願意接受專訪 我就很高興我獨家 有時候該問的該捐的 有的問題沒有問就對了 總編輯出馬呢 謝謝你啊 不要再害我了 我說這個是特政主要查的 所有的人頭戶戶 戶頭匯出去的 通通都要查 不過這個事情 真的是非常的巧合 就是從吳李培的 這個專訪當中 也還原了這個 1月2月的時候 貶家在忙一些什麼事情 他講了這個幾個時間點 1月31號呢 是葉聖茂去跟 慈美扁報告情資的這一天 從葉聖茂的筆記簿裡頭看到 當然1月31號之後呢 葉聖茂還去了兩三次 這個2月份一直到 陳志忠出國之前 陳志忠2月19號出國 一直到陳志忠出國之前的 2月13號 葉聖茂都還有去這個貶家 到底是不是在商量 後面這一段要如何處理 這個檢方可能可以 或是這個院方 會進一步的這個調查 但是從1月31號 葉聖茂跟陳宇編報告 有這一個 艾格蒙的情資 就是有關於 開曼群島的情資之後呢 2月2號才兩天喔 陳宇編就打電話給吳李培了 就跟吳李培約了2月3號 兩個人在陳宇編家裡頭 玉山觀禮見面 在2月3號發生 然後所謂的這個 組合匯到兩個帳戶 四個戶頭 這件事情 在2月3號 禮拜天 這一天就在玉山觀禮 喬好了 喬好了之後呢 吳李培的訪問當中是說呢 他就回去了 也沒有在意這件事情 沒想到錢 突然在2月22號的時候 就匯到他的帳戶 銀行通知他說 欸錢到了 然後他去看 是191萬8千美金 而不是第一次 這個陳宇編跟他講的 就是200萬美金 他還打電話給陳宇編說 欸你上次說200萬 結果只來了191.8萬 這個美金了 是不是錢有錯 然後陳宇編跟他說 沒錯就是這些了 對 那他就拿了這191.8萬美金 去從事他的這個外銷 那這個2月22號 拿到錢的前面一件事情 就是2月19號 陳志忠去了美國 所以他是不是 陳志忠去美國 去處理這個帳戶的事情 這時間點 照陳宇編的說法 叫做純屬巧合啦 就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 我們先接